首度代言家福用愛包圍的林心如 為家福拍攝公益影片 非常同理當父母要面臨蠟燭兩頭燒的壓力 雖然自己經常和女兒溝通 但也會有理智憲快到臨界點或壓力爆棚的時候 這時務必要讓自己冷靜下來 再情緒平和地和小孩對話 那我自己的方式其實是比較民主的方式 就是我很多事情是讓她自由去選擇 然後我們再一起來討論 那當然大方向原則性的問題我會守住 比如說她現在還小嘛 看3C產品啊或者是吃零食啊 幾點要上床睡覺這些事情 我就是會守得比較緊 那其他的東西我覺得都是可以很好溝通的 當然你還是會有幾次 因為可能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那理智憲快要斷掉的時候 我也是屬於暫停法 那我還沒上過這個課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就是 好先停住 然後深呼吸 要不然我會先離開這個現場 因為我覺得父母你要穩定自己的情緒 你才可以去照顧小孩的情緒 如果你自己的情緒都照顧不了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能會讓這個現場 這個情況變得更加惡劣 然後也解決不了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你先把自己的情緒照顧好 然後再跟小孩做一個很好的溝通 這是非常重要的 深呼吸三秒很重要 現在這個社會很多的父母都是雙心家庭 所以你可能在外你要面對你的工作 回家你要承擔起家庭的責任 所以你蠟燭兩頭燒 你真的會在很多時候會面臨你那個情緒的臨界點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尋求幫助跟尋求一個抒發的管道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很高興就是家福有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其實一直以來也都有 然後我覺得讓很多的父母 他可以由管道去抒發 去學習怎麼樣來面對你的小孩 參與家福安全養育孩子課程的家長分享 以前希望讓孩子快點聽話 會用體罰管教 現在學到技巧 用回應取代反應 理性的和小孩溝通 親此關係也更加親密 老師也教我們說要踩煞車 用回應來代替反應 老師講的反應是說 他們孩子在爭吵的時候 我們當下的那個反應就是 我可能會先大罵 然後手去動手 這是回應 那老師教我們要用 這是反應啦 老師教我們要用回應的部分是說 我們先踩煞車 先深呼吸一下 去了解說他們為什麼吵 然後 我們再反思一下說 好我們用什麼樣的態度去解決當下的問題 對 那不是 不是像以前可能當下就會變成是我去吼他們 然後他也會很生氣去說 為什麼我都要讓小的 為什麼都是我吃虧 為什麼總是我要去讓小的 對 然後可能他也大吼 我也大吼 到最後整個情緒是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那事後變成是我們會去用回應的方式 就是去想說 好我退一步 我先了解事情的狀況 那再跟孩子做溝通 那至少 那至少 不是後面我才來後悔 自己在哭說 為什麼我剛剛要打他 我可以不用打他的 小孩吵鬧的話我都會用吵的 用吼的 然後我覺得說 這樣根本是讓我覺得更疲累而已 然後後面遇到 加福ATC的時候上個課程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不用那麼吼大聲的去吼 然後教導小孩 然後因為課程上有一個課程說暫停法 一開始要先聽小孩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聽完之後 再用我的方式跟他們講說 我要的是什麼東西 可是達到後面的要求是 大家都是要共同的好 加福基金會進行父母對教養的看法調查 發現有兩成一家長 近一個月曾體罰孩子 但體罰不僅對親子關係造成負面影響 更與家長管教原意背道而馳 那體罰會不會影響親子關係 我們跟去年度兒少的聲音 相比較之下做了一些的調查 那我們發現說 父母親就是黃色的部分 他們實際體罰之後 覺得到底會不會影響親子關係 他們覺得大概有一%到三%的家長認為 是影響親子關係 可是孩子曾經被體罰的呢 他們感受更強烈 然後覺得其實是影響到親子的關係 大概都有將近五成到六成的孩子 是這樣的感受的 我們發現家長跟孩子之間 其實會有二成四到四成四的一個落差 那因此我們家福基金會呼籲說 我們應該要提升正向的教養 不管是在家長的知能態度跟意願上 如果提升之後 就能夠保護孩子的因子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也呼籲家長應該傾聽孩子的聲音 然後就是能夠尊重孩子 然後降低而虐的一個風險 那我們呼籲家長應該要促進親子的關係 能夠用愛跟理性陪伴孩子好好長大 我想在這麼多年來當中 我們看到我們家福一直在努力 去改善這樣的一個情境 而在我們做了很多的一些儲域性的措施 包括我們最近這一年 就幫助了超過一千個人次的孩子 他們去接受了心理創傷的復原服務 也有將近三千戶的家庭人次 他們在我們在持續的家庭儲 跟心理的追蹤等等的 當然我們一直希望能夠做 更多的一些預防性的工作 能夠讓一些親子教育好的一些課程 能夠導入 讓更多的家長能夠知道 怎麼去正向去教導這樣的孩子 能夠避免很多社會上不幸事情的發生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呼聲 能夠讓更多人可以聽到 今年家福用愛包圍計畫 重目目標為三千萬元 期望各界響應 一起幫助遭受不當對待的孩子 能早日走出傷痛 更再次與人氣插畫家 貓爪爪聯名推出意賣品 歡迎大家踴躍支持 一起陪伴孩子 好好長大 記者領期會 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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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寶寶